歡迎又回到第27課關於Bio Technology 其實在科學中不是要學很多 如果同學們有興趣的話 可能就會看看學校是否修讀Delective 是說Bio Technology 概念上來說 我們要理解什麼叫做GM Genetic Modifier即是基因改造 這裏是一個著名的GM GM其實是在高達世界中 其中一種款式的名字 但我們學的GM是這個 GM需要基因的工程 主要是要改變DNA 我們需要一些重組基因技術 我們如何去做一個重組基因技術 第一,我們先取得一些想要的基因 之後我們將想要的Gene of Interest 放在一個Vector 一般來說都是一個Plasmic 即是Bacteria Plasmic 之後就將你要的Gene of Interest 剪好 然後放在一個Plasmic 就會用同一款的Restriction answer 例如Eco1這隻 answer 就會逢新看到GAATCC 就會這樣剪下去 之後再重新黏在一起 就可以做到整個Ligation 過程就需要DNA-Ligation 那究竟這個重組基因有什麼好處呢 其實一個最常見的用處就是 用來做一些異島素 或者可能做一些基因的治療 另外就在農業上面也有很多 例如在大豆上面很多都是基因改造 粟米也會基因改造 或者可能是一些你故意的selected breeding 都是這樣用的 在工業上面我們可能會製造一些煤出來 另外在環境上我們就可以製造一些去食油的細菌 那就可以當有油洩漏的時候都可以去處理得到它們 在那個應用上面另外我們會用到一個子母 DNA子母 那其實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我們是有少部分極小部分是每人特有的 那我們怎樣去做呢 我們就需要一個叫Grumpa Gel Gel的全名叫Gel Eaterporesis 原理是建基於DNA一定是Negativity charge 即是一定帶負電 所以它就會走到正面那邊 而在整個逛Gel 即是在逛型膠的時候 較小的DNA條是會走得快些 那我們就看看究竟它有多少條Band 就可以找到它大概的相對應Size 因為我們一般都有一個Marker 即是一個參考段就放下去 那我們最後就把Gel和DNA都stain了 我們去看光 我們就看得到 那這些DNAfinger printer有什麼用呢 最常見的就是用來去鑑證現場 很多很多年前就很有名的 不同的CSI系列 我都是在那個年代上長大的 那時候很多人都會說 很想第二天做鑑證科 原因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另外也可以用來找到 哪一個是他爸爸或媽媽等等的 親子鑑定 也可以找到那個受害人 你也可以看得到一些食物 不是那個出產地 因為每個特定出產地的那個種 可能會有一個特定的Pattern 另外可以去瞭解那個生物多型性 以及最常用的 其實就可以找到那個病毒的源頭 因為我們可以建基於 他們的DNAfinger printing 可以說到有不同的Covid-19的Strain 譬如之前有說到的Alpha Beta Omega Omicron 其實是怎樣來的呢 其實就是靠做這些DNAfinger printing 就算人來說 我們有做過一個Human Genome Project HGP 其實我們就是想看完整個人裡面的所有DNA 因為26個的時候 我們就1G1 protein 我們就建基於蛋白質 嘗試去找那個基因 但還有很多non-coded region 即不像是整一個蛋白質的地方 我們其實在90年的時候就開始了 目標就是找他們出來 嘗試去找一下那個Gene 因為我們建基於那個ATG 看看他有多長 就可以找到那個Gene 那又可以把這些資訊放在一個公開的地方 那從而我們可以去研究一下 譬如可能是會不會癌症病人 其實就是建基於哪裏 可能跟他本身的不同了 我們就可以找到這件事 那另外呢 就可以嘗試一下就住不同的民族 或者可能法律上面去處理一些問題 都可以 那這個就是他們的好處 就是令到我們可以了解多些什麼的基因 亦都可以找到不同的病的情況 都可以了解得到 其實我們經常都會說 其實所有人類都會從非洲人類那裏慢慢演發而成 那究竟是不是這樣的呢 都是可以通過人類基因項目去了解的 但其實都有它的限制 例如你即使找到一個基因出來 但其實基因有什麼用 我們都是不知道的 還有其實我們只得到那個Data 但不知道那個過程是怎樣做 亦都是它的限制 那這裏也是一個EAA裡面的extract document 我們牽涉到 了解得到什麼叫做recommended DNA 知道什麼叫做DNA Fingerprinting 以及什麼叫做人類基因系列項目的 那這裏大概會是 Core Unit的 Bio Technology所要求的範圍了 那下次我們有機會再見 再見